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时候刚到美国来我是作为陪读生过来的 然后到这边以后才开始修课 一开始是打工因为我先生在这里上学 一开始打工真是什么活都干过 打餐馆啊然后给人家卖东西啊做销售啊什么 在学校里面帮助cafeteria做做事情什么 然后我就自己在修课 完了以后才在SBS又找了工作 就是这样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来到博华民族乐团呢 那个呢是2014年的时候 是ACCF的一场春节莲花晚会的演出 那时候呢我女儿是弹琵琶的 在蒋立军老师那儿学琵琶 那一年的ACCF演出正好有他们的节目 那么我呢就给他们的节目呢做了一个背景 那个音乐背景 然后正好让博华的团长和指挥 就是丁平团长和刘连祥指挥看到了这个背景 觉得非常漂亮 那么那一年呢正好是博华主办ACCF的春晚 所以呢他们就想最好能够让我帮他们一起来设计一下这个舞台背景啊 所以他们就找到我 然后那一年我就开始帮着博华一起做这个节目 做这一台春晚 做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和博华的这一批人合作非常愉快 他们非常敬业 而且团结精神非常好 很感人他们的工作精神啊 专业精神啊都非常的感人 所以那以后这台节目以后 我就带着我女儿一起加入了博华 就这样子 这么多年待在博华 你给我们做了好多视频 我有些演出的背景视频也是你做的 你这些是自己学的吗 说起来还真是 好多人来问过我这个问题 那个人家就问你是专业搞这个的吗 其实不是 我的专业呢是电脑 说起来呢电脑是比较 算IT吧 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工作 说起来人家做IT女啊 然后做音乐背景 做舞台背景呢 这是比较感性的 完全要看你自己的感觉 一种艺术上的感觉吧 所以这个理性的和感性的东西呢 其实不相矛盾的 但是你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确实也不是说那么容易 只不过说我从小就对艺术方面比较感兴趣 比较有这方面的sense吧 所以就是开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以后 我就慢慢自己去琢磨 从最简单的 我是现在网上就买了一个软件 非常简单一个软件就开始做 做了以后呢 这个软件里面的功能呢 都已经不符合我的要求了 比如说我想做到一个什么功能 他就做不到 满足不了我的需要 所以慢慢以后呢 我就追求更高的 就想办法弄了一个非常 比较professional的一个软件吧 刚开始的时候呢 也没有人帮我 我到处去求人去问人家 我说有谁可以帮帮我 至少让我入个门我就可以了 没有 没有人可以帮我 所以我没办法 我只好完全是自己自学 我首先呢 就是想要做到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效果 做不到 然后我就到YouTube上面去找 说打几个关键字进去 然后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再跟着学 就慢慢慢慢的做了很多年吧 说起来也确实做了几年了 完了以后 从博华开始 然后ACCF开始 然后又到后来 又有好几个演出的 大型的那个演出节目来找上我 叫我帮忙做一些这些事情 那么说到做这些 这全都是我自己的业余爱好 完全没有任何报酬 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喜好 用我自己的技术来回馈这个社会 其实对我来说呢 也是一种收获 给自己增加一份乐趣 那你对Sundego的年轻人 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说呢 作为年轻人吧 其实一样 我对我女儿也是这样说 我有两个女儿 我对我女儿也是这样说 任何你喜欢的东西 我们不要轻易的开始 你自己想好了 你确实是喜欢去学 不要轻易开始 不要轻言放弃 你一旦开始了 你就不要随随便便的放弃 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觉得只有坚持你才得到收获 那么对Sundego的新移民 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呢 说到新移民 我只想说 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时候过来 还真是不一样 现在的孩子吧 条件好很多 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 也不尽然是好事 最重要的呢 我觉得他们要到任何一个国家 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 你要遵照他们的法律 不要自己随心所欲 不要自己在国内比较随心所欲了 然后国内的法律 可能并没有这一方面的限制 然后跑到国外来也这样 这对他们呢 是有一定的损害 而且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 对吧 这就是我想说的 对新来留学的年轻人 想要说的话 这么多年啊 你从事这个导演啊 舞台总监啊 这个经验下来 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时候 其实我比较难忘的就是说 不管是哪一场大型的演出 我觉得任何一个团队 都非常敬业 可能就是说你在 在技术上 在艺术性方面 你不是那么专业 但是我觉得那些工作精神 都非常令人难忘 全都是奉献精神 全都是奉献精神 全是没有报酬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很难忘的 我非常喜欢和大家一起合作 做这些事情 谢谢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采访到 博华民族乐团的副团长 陈鹏女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请与他联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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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